相對於美元的幾乎是零利率的水準 新台幣還有它的一個匯率優勢 再加上台北股市 架構在殖利率跟本益比的角度來講 其實都還不算貴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今天新台幣的匯率 剛出海帶了很清楚 持續的一個強盛的態勢之下 目前來講 整體的成交量的一個活弱性 其實都一直很高 所以第一個來講 我覺得資金回流持續買超台股 尤其不管是外資的熱錢 甚至內資的一個部分 像現在都傳出來 開戶的人數也增多了 這個內資的參與率也提高 所以內外資的一個買盤 持續推升台股的行情 我認為還是有它的一個延續性 當然因為剛剛看到下週的行情 因為下週是即將要放這個端午連假 那從歷史經驗來看 也許在端午連假前夕 或多或少 因為畢竟台股已經來到相對高姿態的位置 有些個股在這一波漲幅也比較高 或多或少有一些獲利的解套賣壓 可能也許在下週會出爐 這個會稍微提醒投資人 但是我認為當我連假回來之後 整體的格局應該還是維持著多方架構 是沒有改變的 好 所以有下個禮拜 可能有一些要先獲利了結入代的 所以是不是漲多的下個禮拜會有一些震盪 我們先從下個禮拜要提防有一些壓力的 玉堂提醒觀眾朋友在下個禮拜上今天 電子三雄外資今天操作比較保守嗎 週五過後幾乎三檔的電子全職股都被壓在平盤之下 下個禮拜如果有漲多回檔的疑慮在 哪一些大家要提高警覺呢 好 我分兩塊 第一個剛剛蘇豪有帶到的生技族群 我們今天就不一一掃描 因為今天早盤其實都一直有在陸續追蹤 因為這一波的生技股我們今天有談到 主要是有一些內資的一些比較追捧的一個資金行情 因為從剛剛談到的合一也好 防疫概念 讓整個生技股的一個算是活動點燃 但是有一些真的 或真的基本面不是這麼好的 甚至是波段漲幅也高的 你可以看到有些今天波動比較大 甚至回漲比較深 像核大、勇日、森達、康納鄉 我覺得在這一類的個股會建議投資人 也許在這個廉價前夕 先適當的獲利了結 先跑一趟是比較好 那剛剛談到這個三網的權重指標 分析是這個大立光、紅海跟台積電 那因為大立光的部分 我覺得近期的籌碼比較弱勢 因為大家市場也擔憂啦 不管是它的六月營收 甚至是說 在整個復甦的情況上 跟毛利率的狀況 法人是比較偏空的 所以在光學鏡頭的一個部分 反而是大立光的一個 至今退照 轉進到我們之前談到的二線的 像是浴金光 甚至是有這個PS5 消費性概念的這個 經過光的一個部分 反而是有二線的鏡頭做接棒 那紅海大立光原則上我認為就是 不必太過擔心 因為第一個 這兩張指標都是外資 畢竟我們剛剛談到叫做 外資回補的熱錢行情 所以這種大型權重股 第一個 台積電有它的立即性存在 然後在上次股東會 是它的看法也不錯 那外資的部分 也有給予比較滿心的平等 所以原則上是可以比較偏多 去做一個看待 那二三一系的紅海 我的看法是這樣 因為第一個 當然下半年它還是有蘋果的一個 訂單易住 再加上也是外資六月份以來 這個操作面向跟過去不一樣 這個買多餘賣 投信也站在買方 而且紅海相對來說位階並不高 所以這兩檔這個權重指標 我認為在這個 當五年假前夕 續包是沒有問題的 好 那我們就來看看 今天有一些個別題材的個股 先來看到 這些有個別題材的 怎麼操作 LED 昨天停牌 兩家公司金電跟龍達 原來他們宣布 本來市場傳出 是不是要合併呢 好 現在他們打算 一起成立投資一家控股公司 這跟合併不一樣 未來由這個新的控股公司 轉上市 那金電跟龍達同步 要從市場上下市 所以未來沒有2448的金電 沒有3698的龍達 今天的股價一開盤 龍達一度是開盤 漲停鎖住的 現在漲停打開 金電今天一開盤 雖然開高 但追價的力道 並不是太過的積極 未來這家公司 勢必在整個台灣的市場 或者在LED的市場 會造成相當重要的一個 帶頭作用 會被擠壓到其他的 迷你LED廠商 那個股的部分 因為10月20號 才是新股現在要轉換的基準日 所以玉堂這兩檔個股 今天握有的投資人 面對盤中像金電 金電拉了一根黑K棒 這根黑K稍微有一些量喔 市場有一些資金在跑 握有的投資人 接下來該怎麼做操作上的因應呢 好 原則上我們先看 就是說兩家的合併 我覺得當然未來的 miniLED或micro的一些發展 絕對是走向大很大 甚至是說 兩個集團更是要全力力拼這一塊 所以我覺得對這個產業的發展 我們可以樂觀期待 當然操作的部分 我會建議投資 因為畢竟這個整併過後 要換發新股 那後續的一些流動性也好 要不然流動性 應該說是股價的一個波動性 甚至是說中間可能會面臨 要轉換持股當中的一些空窗期 我覺得如果說 投資人比較在意這個資金 可以比較靈活的一些運作的話 我會建議投資人 或許先可以先減碼 等新股掛牌 你看好這兩家 要整併公司未來的發展 再進場 我覺得都還來得及 那影響性如何 第一個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大家會比較擔心的其他的比較 像是獨立型的LED廠 就是說比較沒有背後 會後續被這些整併的公司 給超越 這個是市場擔憂的 所以我覺得可能後續性上來講 稍微去留意 就是說 未來迷你LED跟迷你LED 這些公司基礎上的發展 不過我覺得資金的部分 我們就可以更往上游去看 因為唯一不變的是 迷你LED跟迷你LED 絕對是未來這個 顯示器產業的一個發展重頭戲 所以上游的設備廠 這一波是絕對不會缺席 甚至是受惠的 所以幾檔指標 先前被法人點名的兩檔 大概就是惠特跟九元 那惠特是在日前 有被這個某外資點名 然後在日前已經算是大漲一波了 但是我認為以目前來看 甚至以跟公司派之間的關係 更密切合作的 應該是6261的九元 因為九元過去就跟金電 龍達其實他們在這個設備上的合作 就有密切的關係 那再從本益比的角度去看 其實我認為九元是相對委屈 因為九元在今年第一季 就賺了1.24元 比這個剛剛談到的惠特 一塊還賺的還多 結果6706惠特的股價 現在是來到大概160 那6261的九元 現在的股價只有62塊 那就知道大概目前來講 九元的股價我覺得相對委屈一點 但是這邊也看得出來 如果可以的話 下面分享一下外資的進出 其實外資在九元 從去年12月以來沿路加碼 持股的水位也創下新高 可能也是看好相對來說 本益比偏低 而且配息也不錯 也配3塊錢 再加上剛剛談到的 未來在這個 Mini LED Micro LED的發展 就是在這個精力的挑減設備 這一塊是九元 他之前有談到 下半年的出貨會開始 把下游的客戶開始有 這個拉貨性的一個需求 所以你看外資的持股也是 沿路做增加 甚至過去這一個多月來 外資也在持續性的去做一個 加碼買進的動作 所以原則上我覺得 對於LED的一個產業的部分 或許剛剛談到的一些 金電 龍達 或者是像龍創 異光等等 彼此之間的競爭關係 比較多空分歧 但是唯一不便的 就是上游的設備廠 他們的受惠的程度是值得期待的 好 在今天的確 在整個LED族群 像金電跟龍達 目前的操作策略 裕堂是建議 持有者不妨 可以先考慮 先解碼 在接下來 要不要等換股呢 今天LED族群 對於未來 在整個LED產業 會有哪一些的連鎖效應 或排擠作用 這有待值得觀察 今天還有一些遊戲概念股 這幾天其實就很熱了 但是今天值得注意 6180的遊戲橘子 早上一度的往上開高 先是出現了個往上的多方缺口 其實遊戲橘子 從今年疫情發生以來 包括了在五月初 有兩個多方缺口 成為股價非常強而有力的支撐 今天又多了一個缺口 但是公高的同一時間 量能在今天有一些增 目前出現了一個十字線 所以遊戲橘子 在接下來 其實要剛剛進入暑假 今年暑假 往後延7月14號開始 才剛進入暑假 遊戲橘子 什麼時候發動第二波的展示 今天的拉圍 未有的討論 應該怎麼操作 除了遊戲橘子之外 3293的星象 星象昨天出現了一根 大量的紅黑棒 扎扎實實的紅黑棒 資勸同步的增溫法人脈 今天價更強了 早上再以744塊錢的價格 帶領了遊戲概念股 又把天花板給打開來 所以玉堂請教您 在高價目前星象 這麼一代之下 另外6180的遊戲橘子 今天也帶亮了 暑假才剛開始 接下來遊戲概念股 該怎麼動 現在空手的投資人 您建議怎麼追呢 好第一個 其實在本週我們演化了滿多時間 從遊戲產業跟各位談 那星象的部分 也是在昨天我們聊到 在股東會期釋出不錯的展望 就是對於今年EPS的看法 做五望六 所以如果真的能賺到EPS 這個今年五個股本 甚至更多一點到六個股本的話 其實目前來看本一筆都不算貴 所以說這一波來講 星象是在寫下歷史高 那對其他的遊戲股來說 第一個 我覺得他會有比較正面的一個 帶動的一個比價效應 就是說 股王的星象股價可以衝這麼高 那其他一些獲利不錯的遊戲股 自然有機會 那橘子也是 本週我們也持續帶各位去看 我認為算是本益比 比較委屈一點的遊戲股 因為在橘子的部分 今年第一季賺兩塊多 全年賺六塊以上 應該是不成問題 所以我們前前就跟各位談到 橘子的本益比比較被低估 那昨天的法售會他也談到 這個下半年還有新代理的遊戲 要再推出 那下半年的部分來講 以橘子來看 除了天堂M的改版 對於他的營收 我覺得有比較 穩定的獲利貢獻之外 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橘子算是在遊戲產業當中 切入到電商跟這個所謂第三方支付 著墨度比較深的公司 我們拿另外一檔做比較 就是3687的Oh My God 因為Oh My God 我們之前有聊到 因為第一個他有旗下的這個小經濟 是綠界科技 那Oh My God 在本身遊戲方面 比如說一些點數寶物交易的平台 著墨度也比較深的 你看Oh My God 在掛電商股之後 因為他電商的比重更高 這一波的股價算是遊戲股當中 最為強勢的 我以漲幅來看 這個再先解釋 解下波段高 所以橘子的部分 我覺得他相對委屈一點 因為獲利其實不比Oh My God 差那剛剛談到的 比如說像是 虛擬寶物線上的一些交換平台的部分 橘子在去年 這個有一個IO的一個 虛擬寶物交易的平台 也是剛上線 所以我覺得他算是 產業面比較多元的遊戲公司 所以我覺得一個 比較良性的所謂的 向上的一個激勵效果的比價效應 不僅橘子 其實今年獲利不錯的 像是智冠 最近的股價也有開始買去做推升 那當然市場應該這麼講 期待性比較高的一款遊戲 可能是網絡下半年要推的 黃毅M 這個黃毅M是在十多年前 在這個所謂PC線上遊戲端 算是非常受歡迎的一款遊戲 那你可以看到 其實網絡今年獲利還不好 不過股價的表現不比其他遊戲股差 可能就是有些買盤 就期待未來網絡的獲利 在新遊戲的推出之下有機會走高 那剛好暑假又是遊戲的旺季 所以原則上 我覺得對於這些遊戲股來說 目前的買氣 應該都還有機會延續一段時間 好買氣有沒有機會再延續下去 我們來研究一下昨天的融資 也就是最近台股的融資持續的增加 融資增加到底有螞蟻熊兵的力量 把股價再往上推 還是有可能籌碼比較凌亂 再往上會混到一些障礙 1785的光陽科 現在還是處於警示股的狀態 也就是說賣股容易要買不簡單 在今天股價又再比昨天大量的高點 再往前推進了 外資持續的進行調節 但外資本來持股比重就不是太高 最近融資一路的往上增 KD已經在80以上了 目前看不出來方向光陽科融資 如果持續的往上增的話 玉堂怎麼看在後續續航力怎麼判斷呢 好當然我們在先前有討論過一個方向 就是最近的融資資增股 資增駕陽的 反而你可以不用太擔心這個融資 是不是比較不安定的幅 反而它是推升一些個別股 更重要的力量來源 當然以光陽科來看 第一個我覺得稍微去留意 波段的漲幅是比較高 因為在就是日前傳出來 拿到台積電的這個把財的一個公民商的資格之後 那它的股價在六月份以來 算是一個非常強勁的一個上攻 當然我覺得以技術面的角度來講 或許短線上在高檔會震盪 但是大概在上週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說撇除昨天那個紅棒不談 前面大概那七個交易日 幾乎都是架構在三十六七塊上下附近 去做一個來回式的洗盤 那個地方就已經算是一個 橫盤式的一個換手 昨天的補量上攻 我們就是很明顯叫做換手成功 那今天光陽科當然也有這個股東會 當然相關的一些公司派的看法 甚至股東也比較關心 未來在台積電的接單的部分 甚至是說目前已經拿到台積電 這個FAB15廠的認證之後 未來在這個FAB的14廠 還有台積電的12廠的部分 應該有機會陸續拿下這個把財的一個 供應商的一個資格 所以對於光陽科來講 市場就給它比較高度的期待性 加上它所做的業務方面 都是一些貴金屬的提煉的部分 像最近的黃金白銀 其實波段的漲幅都還蠻高的 今年的一個價格都維持在相對高 所以對它的業務上都還有一定的一個 多方的一個激勵效果 所以原則上當然台積電的供應鏈 其實去年來講 一檔比較黑馬股的就是加登 加登因為是EUV光照核 算是在全球這個 唯二的供應商之一 所以你看喔 即便加登 今年首季的獲利不怎麼樣 本益比說真的已經拉高到這個 六七十倍非常之高 但是股價可以從去年以來到現在 漲的將近快要十倍左右 所以說大家會對於這種 所謂台積電能這種 比較獨家性的供應鏈 都會給予比較高的一個本益比 或者期待性 所以剛剛談到1785的光陽科 原則上我覺得在日後來講 應該是等到它這個 所謂分盤交易減進之後 再去觀察整個技術面的加量結構 或許都還有機會 再創新高的可能 玉棠今天1440的南訪 爆了一個好大的量 保守估計是近年以來 單日的最大量 伴隨的是昨天融資 融資持續的往上增加 昨天融資增加 前十名當中 佔第八名的就是南訪 南訪最近當然大家都在關心 他們在活化他們的土地資產題材 最新也公布了 現金股力的配發0.2塊錢 今天股價拉漲停 但是這個漲停的拉法是 早上直接跳空大漲漲停之後 打開有一些資金 在今天盤中獲利了結入貸之後 又有追價的資金 再把它拱上來 算一算 今天已經連續至少 第四根的漲停了 這樣的漲停拉法 今天爆了一個大量 續航力以及最近才搶進的 融資投資人應該怎麼做呢 如果以目前手上還持有 今天有漲停所住的話 第一個空手者不追 我覺得持股虛報沒有問題 就像我們之前談到的 最近有些個別國 在買盤比較積極的推升之下 有時候是看回不回 當然這個地方稍微去留意 因為它走的是比較 真的是題材性 所謂題材就是剛剛駐好 但很清楚了 資產的活化 每當新台幣升值 這一些具有資產概念的 幾乎船廠類的個股 都會被市場點名 所以說南訪的部分 我覺得比較偏於 短線的一個題材發酵 那技術面間這個很重要 因為今天算是爆大量 但是它是工上漲停 原則上在價量結構 它還沒有轉落的疑慮 但是在下週就是重點 如果說再大量 然後五字線破了 或者是說在下週可能會見到 帶大量高點沒過 尤其是下週一 開盤是沒有開高 而是開低的話 那極短線上 我會建議投資人 那可能你手上的部位 先行獲利落袋是比較好的 好 謝謝玉堂